今天又要去了 又起个大早 今天号约好了 应该等的时间会稍微短一点 又是六点起来的 还有去一去叫 今天好凉快呀 水上了一团纸在地上 好多人在装修我们下去 下一站 潮西北路女的路 请准备从后门下车 午夜里走七波龙女的路 现在等公交车还要转一趟车 鸡蛋锅门快多了一点 其他一个家的不太要紧 没关系 那鸡蛋能够吃吗 牛奶呢一个家的能够吃 一个家的不要紧 没关系 现在怎么样 他上次那个素酸什么的药 他擦了过敏没给他用 然后用的那个 擦了过敏 擦头里面吗 那个 那个药过敏没给他用 很辣 给他用的那个膏状的 吃的药再吃 然后吃上 感觉是要退下去一些吗 稍微 稍微好一点 拉起来看看 看一看 看一看 起那种鸡皮疙瘩一样的东西 会痒 然后那种东西有时候又会自己消掉 上肢没有了 就是上肢 上肢脖子后面有时候也会起 现在有吗 没有 现在没有了 消掉了 大家好 今天又带我女儿上医院了一趟 上次不是她皮肤不好 带她上医院做了一个那个过敏原检测吗 然后拿那个报告给医生 去看一下 她那个鸡蛋是二家 然后牛奶和布罗是一家 今天问了一下医生 医生说 二家的不能 但是不能吃 那个牛奶和布罗可以吃的 没关一家的没有关系的 二家的要忌口 不能吃的 还特意问了一下医生 像那些发的海鲜呀什么的 牛肉啊什么的 能不能吃 医生说这个 过敏原检测上没有说不能吃的都可以吃 这下好了放心了 以后那些东西也可以给她吃吃了 今天回来有点不舒服 然后睡了一觉 然后睡了一觉 中午没有做饭了 两个人在外面吃的 我给这两次上医院看的这些票据礼一礼 礼一礼上传报销 我们公司给我们买的那个团体理赔 我们今天要做核酸 喇叭再讲 我们公司给我们买了那个团体理赔保险嘛 小孩子也是刻意报一点点的 不管报多少 大多报少 总归能报下来一点吧 我算了一下 这两次 上医院一起花了 1977.62 不知道能不能报几百块钱 也很麻烦 这些资料一样一样的拍照上传 好了 都上传申请好了 现在就等着保险公司审核 大概也就几个工作日吧 我是昨天一早预约好的 然后一去就看了 所以今天看的比较快 因为我用微信绑定我女儿的那个社保卡 不能在网上付钱 是到现场去付钱的 付钱的时候 前面大概五六个人吧 然后他那个普通门诊 他不是一个一个叫号的 他是一批一批放进去 放进去了里面有很多那个诊室的嘛 然后在里面稍微排了一下 排了大概 半个小时吧 已经算好的了 上次在外面排了都排了一两个小时 还是要提前预约 提前预约的话方便多了 快多了 主要是在路上的时间耽搁的也挺久的 早上正好是上班高峰期嘛 大概六点五十几分上的车子 然后八点多到那里的 早上正好上班高峰期比较堵 要是错开那个时间的话 应该会好一点 上午去晚了 哪怕万一上午看不了的话到下午 又是一天 还是稍微早一点 今天早上又是六点起来的 我老公早上起来捞的饼 然后煮的稀饭 吃好去的 要不然我们俩坐车有点运车 不吃好去的话 会运的更厉害 现在又是特殊时期嘛 人多的地方也不能吃 车上也不能吃 到哪里反正都是要那个 长所码 都要扫长所码 上公交车也要扫长所码 然后进医院也是要那个 它那个是要刷身份证或者社保卡进去的 一刷里面信息就有了 它就能看得到 就能感应到 然后就会放心嘛 如果你的那个核酸 已经超过七十二小时的话 就进不去了 今天又开了一点药 又开了一样擦的药和一样吃的药 上次吃的药还有它没开了 然后上次擦的那种药它又开了一支 就一点药200多还好 上一次光做一个那个过敏院检测 以前430块 主要是这个贵 要不然几百块就可以了 我看到有网友说 做这个检测不是很有必要 我也不懂 那医生建议做一个我就做了 做了就做了吧 做了心里踏实一点 就不然老是觉得它是不是对粉尘 对什么东西过敏 现在知道了 稍微注意一下 总归好一点吧 我今天忘了跟医生讲了 就是因为在8月1号 上次是8月1号去看的嘛 在前几天 8月1号的前几天 他爸爸不是煮了好多柴叶蛋嘛 他一天吃的挺多的 那几天柴叶蛋吃的好多 鸡蛋吃的挺多的 吃多了会不会也有影响呢 今天这个事情忘了 没问问医生 然后我自己在这里 回来了才想起来 这个鸡蛋吃多了 会不会有影响 说不定 如果不是鸡蛋吃多了 他不会二家呢 在医院忘记了 也没问问医生 有没有懂的朋友 在医生上 意思吗 真的 我纹路 我纹路 我纹路